TiGo H3 2 rock around 2 rock around 3 on time 基隆啦啦隊在雅錦賽 獲得一金一銀 余雲錦 剪詩雲 戰線高超的技術水準 及翻騰動作 抱回雅錦賽 嘻哈雙人組金牌 另外 彭怡貞及熊佩柔 全運賽第一個順序出場 表現亮眼 奪下雅錦賽 彩球雙人組銀牌 我們基隆是啦啦隊委員會 跟宇都舞蹈團合作 那這一次總共派出 四位選手 代表台灣 參加2023亞洲啦啦隊 錦標賽 那我們基隆士的小朋友 代表台灣在 國際的舞台上 拿了一金一銀 拿了彩球雙人組的銀牌 跟嘻哈雙人組的金牌 那都是由我們 宇都舞蹈團 跟宇都啦啦隊 共同來指導 那小朋友在 國際的舞台上 得到很棒的成績 也創造了很多 不一樣的價值 那未來希望有 更多的選手 跟喜歡跳舞的同學 一起加入啦啦隊運動 四位優秀的選手 榮獲特優運動員 在國民體育日 優良志工及有工團體 基隆人員表揚大會上 接受表揚 另外三金永厚 鄧宇文直接報回 由基隆士體育會 理事長鄭錦中 自掏腰包的獎金 一金三萬 三金共九萬 112年優良志工 局域有功能表揚典禮 我們一共有表揚 104位的基隆士 各優良單項 還有有功能員 優秀運動員 及推展體育有功的 學校 優良老師 還有特殊體育貢獎 有兩位 那我們今天也趁著我們 全國運動員剛回來 我們隊員員選手 得了三塊金牌 我們每一塊 有個人 三萬塊九萬塊 也要頒給他 賺小小的鼓勵 也非常謝謝市政府 跟議會大力支持 我們的體育活動 我們連續六年 在運動台灣2.0裡面 獲得教育部的特優縣市 希望說我們這個業績 能繼續辦下去 讓我們大家多運動 身體會健康 就是要推廣運動 讓身體更健康 市長謝國良 議長同志偉 及多位議員頒獎 推廣體育的18個單位 就是為基歐人員 體育在每一個環節的發展 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如果真正重視體育 就要把三級的運動 建立好 然後我們必須給專任教練 給防護員給什麼 然後我們的 所有的教育資源必須集中 非常感謝長期在推動 體育有功的這些人士 包括我們成員議員 最近也要求市政府 那市政府也有在配合 我想我們慢慢的 一步一步走 讓我們的體育好 基隆就會好 另外市長謝國良 支持時 肯定各單項協會 決定恢復體育班等政策 提出更好的配套措施 打造更好的體育環境 鼓勵大家多運動 讓身心愉快又健康 記者崔小君 基隆報導